2023年6月7日,黄谷屯普公英幼儿17名幼儿发生腹泻呕吐 区政府第一时间组成工作专班进驻现场 经卫健部门判断疑似肠胃病 肠胃病毒感染,目前正在处置中,那挺可怕啊,我天 肠胃还可以跟这个SARS跟新冠病毒一样,这可以传播 是不是食物被病毒感染了,并不是说他有了肠胃病毒 传演了另外一个朋友,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吧 是食物有某种病毒吧,我天,不是菌吗 病毒啊 菌 菌跟病毒不是一样概念的,这里说的是病毒 我天,看了病毒都害怕 菌就没这么可怕,是吧 你看什么,我们喝的那些个酸奶,还含什么异常菌 而且那个病人,肠道病人,天天都要吃什么调整菌群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菌没这么可怕 病毒太坑了